大家好 我是周凱 歡迎收看三立準民調 今天是十月五號 也就是二零二次總統大選選前倒數一百天了 現在藍綠白三位主帥 加上獨立參選的郭台銘各自比拚 而現在戰況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沙喀都的支持度 賴清德是一百分之三十二點二 居於領先 柯文哲則是一百分之二十六點八 排名第二 和賴清德的差距為百分之五點四 至於侯友宜則是一百分之二十排名老三 另外還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一的民眾 現在還選不出人選來 接著我們來看到 如果加入了郭台銘之後的四強爭霸支持度 賴清德依舊是居於領先地位 拿下了百分之三十點九的支持度 雖然柯文哲是一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拿下了第二名 但是和賴清德的差距是拉大到了百分之六點七 而侯友宜則是一百分之十七點八 排行第三 郭台銘則是店底 只有獲得百分之十一點六的支持度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從投票意願的部分來看的話 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七的選民 他們表示會去投票 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八的民眾 是表示沒有投票意願 而在一定會投票的族群當中 賴清德的支持度是來到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二 柯文哲則是百分之二十二點五 而值得關注的是 賴科的差距也變得更大了 因為已經接近百分之十二左右 另外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 值得關注 因為這次三例準民調抽樣的 一千份樣本當中 有五百份是四化民調 另外五百份呢 則是手機民調 而四化樣本中的民調數值 是比較接近一定會去投票的族群 這似乎也意味著一般外界認為 較偏向年輕人的手機族群 他們的支持度不見得能真實 反映在投票行為上 很有可能呢 他們只是在同儕之間的討論 或是發表意見時才會表達支持 但是到了投票當天的意願度 相對來說是比四化使用者還要低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檯面上四位參選人 在六都的支持度 我們可以發現賴清德在台南市 高雄市的支持度 都是遙遙領先其他三名參選人 而值得關注的是呢 在國民黨執政的台中市 賴清德的支持度也是排名第一 而柯文哲則是在曾經執政過的台北市 還有藍營執政的新北市 桃園市支持度是領先其他參選人的 其中新北市還是侯友宜 正在執政的本命區 更不堪的是呢 侯友宜除了在本命區落後之外 就連台北市的支持度 他也輸給了郭台銘 敬陪莫作 如果我們從性別 還有年齡的部分 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可以發現到賴清德不管是在男性還是女性 他的支持度都是居於領先 而在五十歲以上的族群 賴清德的支持度更是大幅領先 侯友宜則是排行老二 柯文哲跟郭台銘呢 在七十歲以上的族群支持度 還只有個位數而已 不過在二十到四十九歲的 年輕族群當中 柯文哲雖然是拿下了比較高的支持度 但隨著年紀的增加 挺科的支持度就會越低 這也符合了外界對於柯文哲 在年輕選票比較佔優勢的印象 而侯友宜呢 在二十到四十九歲的族群 他的支持度甚至還輸給了郭台銘 只有百分之七點四的年輕人 會支持侯友宜 接著我們從議題層面來分析 首先我們看到是討論度 相當高的藍白和議題 再不討論政府總統人選 以及如何排列組合 只討論非綠陣營 最後整合成一組人選 對上賴清德的支持度 雖然看起來整合後的人選 支持度是來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四 和賴清德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六 差距很大 但是在柯文哲叫牌 聲稱比民調輸的退選之後 國民黨依舊沒有接招 所以能否順利的整合 還是充滿著不確定性 而除了藍白依舊沒有達成共識 未來如果整合了彼此之間的支持者 能否互相轉移也是個問題 因為透過這張圖表 我們可以發現 柯文哲的支持者 在藍白整合之後 原本的支持者當中 有百分之七十五點四的人 仍然會繼續投給柯文哲 但是有百分之八的人 會轉向投給賴清德 另外有百分之十六點六的人 會變成不知道該選誰 而郭台銘的支持者當中 在在野整合之後 有高達百分之十六點二的支持者 他們會轉而投給賴清德 另外有百分之十七點四的人 會無法選擇投票對象 也就是說在整合之後 有超過三成的郭台銘支持者 反而不會支持整合之後的人選 這也代表了一旦藍白真的整合 但是整合後的人選如果並非選民心中的理想組合 反而不見得能夠發揮一加一等於二的效果 而是在獲得部分選票的同時也流失了另外一部分的選票 最後我們來看到的則是新竹市長高雄安的爭議 究竟對藍白河會不會帶來影響 我們的民調問題是民眾黨高雄安市長的爭議事件 會不會造成柯文哲在藍白陣營彈合作時 被定位成副手角色 結果我們發現有百分之三十三點一的人覺得會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九點八的人認為不會有影響 而我們再進一步分析發現 柯文哲的支持者當中有六成以上的人認為不會有影響 但是仍然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點四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覺得會有影響 至於侯友宜還有郭台銘的支持者就更明顯了 因為各自都有超過百分之三十八的支持者認為 會有影響 這個結果顯示 柯文哲的支持者與非柯文哲支持者之間 對於高雄安事件的態度存在很大的落差 這也可能會成為藍白能否順利整合的一大隱憂 這份民調是三立電視委託山水民調公司 針對全國二十歲以上的民眾所做的調查 調查時間是在十月一號到十月三號 有效樣本數為一千份 其中包含了家戶樣本五百份 還有手機樣本五百份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之下 誤差範圍為為正負百分之三 選戰倒數一百天 接下來的戰況勢必會更加激烈 而到底最後誰能夠入主總統府 不到最後一刻誰都說不準 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準民調 我是周凱 下次再會